吃雞不吃便宜 不如不好吃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秋二的負責人JJ 我發覺現在外出吃飯 除了茶餐廳之外 也沒有中式類型的選擇 剛巧我本身是中廚出身 我想一眾打工仔 可能多個選擇 其實這個豉油雞是不打不撞做出來的 因為我也是廚師 在試菜的時候 看到很大桶豉油 用不完怎麼辦 不如用來煮雞 然後煮出來有多好味 材料最重要當然是豉油 我們煮豉油就是用了台灣的一間豉油廠 再混合本地的一間豉油廠 再加各種香料 把雞放進去浸熟 因為複合醬油來說 味道的陳潮會更多 有些豉油會拿到很漂亮的顏色 但香味不夠 我們可能要配搭其他東西 令到它的香味和味道各方面比較平衡 我們會盡量用新鮮的冰鮮雞 我們會盡量選擇隔夜湯好的雞 然後運到來香港 立即再處理它 雞味和鮮度會比較好 如果豉油雞來說 我會建議用三黃雞 因為三黃雞的脂肪會多一點 有時候混合醬油一起吃 送飯一流 也有不少客人問我 你們的湯底是怎樣做的 我們在雞湯會用二至三十斤的雞骨 然後用來熬六個鐘頭 就會相對地比較濃郁 放在旁邊 放入陰骨 放入属蜄 放入兩千的蜜蜜 然間別當意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